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4年6月9号 非常抱歉连续两天都没有做节目了 7号的晚上我是从意大利飞回到纽约 昨天晚上本来是想做节目 结果倒时差一睡就把时间错过去了 这两天还是发生了很多的事 2024年的6月15号到16号 就是不到一周之内 一场关于俄乌战争相关的国际和平峰会 将在瑞士召开 预期将有100多个国家参加 俄罗斯是没有受到邀请 而中共则表态不会出席 现在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对中共是越来越失去了耐心 在6月初新加坡举行的香里拉峰会上 泽伦斯基直接指控中共 在尽一切努力阻止其他别的国家 参加和平峰会 那么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 俄罗斯最高国家杜马的议员 国家杜马相当于俄罗斯的国会了 他就是有一个议员 他声称说俄中合作只是权益之计 如果美国能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俄罗斯愿意跟美国合作 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你可以看到俄罗斯其实跟中共也并不是一条心 现在只是出于利益 两个人现在狼狈为奸 在一块瓜分世界的利益 实际上他们两个人是面核心不合的 那么中共这边也宣布说 中级乌铁路项目协议正式签署 就是从中国到吉尔吉斯 然后再到乌兹别克斯坦 他的铁路项目协议正式签署 这条通往欧洲的铁路绕过了俄罗斯 这个也显示说中俄的合作并非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俄的关系似乎是出现了裂痕 但是大家觉得是否中俄会翻脸 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谈一谈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一会沿着这个信息再说一下俄乌战争最新的情况 并且做一点分析 今天的想调的第二个话题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来自超过27个国家的 就是来自于27个国家超过3.6亿的欧洲人 今天投票选举欧洲议会的议员 欧洲议会我们知道这个欧洲在成立欧盟之后 他有一个就是民众参与治理的这么一个相当于国会的机构 但是呢因为欧洲它是由不同的这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 所以叫做欧盟嘛 那么他怎么分配这个席位呢 他通常来说呢是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人口 来分配这个欧洲议会的总席位 那么每个国家在分到这个席位之后呢 再根据你这个政党的比例啊 来分配你在这个欧洲议会的席位 比如说法国人的人口啊占这个欧盟总数的15% 我乱说一个啊那么他们就分到15%的席位 那么这15%的席位呢在在这个法国内部根据不同政党得票的比例呢进行瓜分 那么现在法国的这个极右翼政党就勒庞啊 他领导的国民联盟呢投票率得得票率达到了32.4% 远超总统马克龙的执政党 我们知道马克龙他是这个左翼啊 所以现在法国的右翼国民联盟得票率就是几乎超过了马克龙左翼的政党得票的一倍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法国举行大选的话 极右翼会取得大胜 而马克龙呢他现在宣布解散国会 然后呢重新进行这个选举啊 所以很可能法国马上就会有一个右翼政府上台 奥地利的极右翼的自由党也是一百分之二十七的比例领跑 然后德国极右选项党的一百分之十六位居第二 所以现在呢可以看到欧洲议会呢在向右倾斜 而且这个呃这个迹象是非常的明显啊 这个步子卖的非常大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回潮 还是孤立主义的回潮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那这个事呢咱们就可以一会儿来好好的讨论一下 那么除了这个议题之外呢 这个我觉得好就是欧洲现在的这个选举呢 他其实对于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呢 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啊谈完这两个话题之后 我觉得我们时间在上面是差不多了哈 我们可能会给大家回答一些这个大家的观众的提问 之后呢我们想到纸粤闲谈上聊两个话题 一个呢就是三中全会 这个三中全会呢马上就要召开了 外界呢强烈期待中共可能在政策上部分回调到改革开放的路线 但是呢习近平却给自己加封了一个新的头衔 叫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那么习近平呢再给自己加了这个头衔之后 各地的封疆大力也纷纷的跟上 这个现在很多省委书记啊 这个一把手今日呢纷纷以省委国安委主任的名义开会 称首要任务呢是要抓政治安全 这个呢释放出强烈的政治压倒经济的信号 所以我觉得三中全会没啥可期待的就是重大的政治 重大的这个经济政策的调整基本上来说呢是不会出现 我们只能聚焦于一些人事的变化 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中国银行出现的破产潮 这个呢跟房地产市场的崩塌是连在一块的 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非常这个突出的动向 就是中共的总理李强在6月7号的时候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会议上呢这个李强罕见的提到了说充分认识到 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 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这个话说的是很学术啊 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房地产的红利时代啊 这个房地产不断的涨价的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现在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是供大于求的话 那么会将看到这个房价的下跌 甚至可能会看到金融方面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个这当然是一个现实了哈 但是呢这个中共认识到并且承认这个现实呢 却隐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 那就是各种刺激政策已经挽救不了房地产市场了 那么这个呢会带来很多问题啊 就是银行的破产潮 在今天正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 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 有晚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今天呢其实是北京时间的端午节 所以呢在讲新闻之前 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据说呢这个传统节日是与24节气的夏至是有关系的 端午之后呢炎热高温的天气会随之而来 注重保养的人都会开窗通风 然后呢保证适当的运动 特别是容易感冒和有鼻炎和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呢 这个时候使用空调一定要注意适度 另外呢我也想在这里边开始一个工商服务信息 就是跟这些朋友呢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赞助商 就是扁康丸 这个扁康丸呢 这个他是著名的韩医徐孝希院长独创的一款天然的清肺品 徐院长认为呢很多现代人生活非常的忙碌 远离了大自然 不少人呢都肺热非常的盛 肺热呢如果出现在鼻部呢就是鼻炎 体现在支气管上那就是哮喘 体现在这个皮肤上呢就是这个异味性的皮肤炎 所以清除肺部的积热呢 帮助恢复肺部的功能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这个呢才是根治鼻炎和重症肺病的关键所在 那么经过50多年的临床实验呢 扁康丸已经帮助16万鼻炎哮喘 皮肤病和重症病患清除了肺部的积热重获健康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啊 这个这是扁康丸的官网 扁康丸的专家咨询和全球24小时的热线呢会为及时的为您提供服务 另外呢就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冒牌的扁康丸 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尽量到扁康丸的官网上去购买 一盒的话大概是这样一盒啊 跟我的手比一下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大小 这样一盒的话呢大概够吃一个月的时间 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回到第一个新闻了啊 6月15到6月16号呢 一场跟俄乌战争相关的国际和平峰会将在瑞士召开 泽连斯基的办公室呢 说到6月初的时候已经有10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 包括乌克兰的西方盟友还有南美还有非洲和中东的国家 通常来说南美也好非洲也好 他们都被成为南方国家 就是说他们都是跟这个中共走的是比较近的 那么基辅呢现在决定不邀请俄罗斯参加 因为不相信莫斯科会有诚意 也不相信现在是一个邀请俄罗斯参加的一个好的时机 俄罗斯啊目前已经占领了大概乌克兰18%的领土 那俄罗斯呢是没有被邀请 而中共呢却拒绝参加 美国和他的盟友啊 这个对莫斯科强烈谴责 并且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啊 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具体的措施 但是呢北京啊就中共不仅不谴责和制裁 反而趁机去扩大跟俄罗斯的这种经贸合作的关系 为俄罗斯的经济输血 而且就是说通过一些这个科技啊 包括一些武器部件的这个呃就是出口 来帮助俄罗斯和恢复他的这个战争机器的运转啊 甚至说维持他的战争机器的运转 可以说其实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 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呢就会垮掉 那么对于这个中共不参加俄罗斯啊 就是这个和乌克兰这个就是讨论这个俄乌战争啊 不参加这个瑞士和平峰会的问题呢 呃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呢 在回答有关这个提问的时候啊 他说中方从未袖手旁观 从未拱火交游 从未从中余力 而是为了推动停止停火指战 不懈努力 得了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各方的高度赞赏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中立的啊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对我们的立场都比较欣赏啊 甚至呢就是加以表扬 但是呢这显然并不是事实 泽伦斯基在6月2号 就是在新加坡召开这个香格里拉峰会的时候 这是这个各国的国防部长 在这个地方举行峰会 在召开这个峰会的时候呢 这个泽伦斯基明确的表示说 中共正在施压其他别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要求他们不要出席这一场和平峰会 泽伦斯基的话讲的相当的严厉啊 他说俄罗斯呢利用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 同时利用中国的外交官 尽一切可能破坏这场和平峰会 大家可以看到他用的词啊 叫做尽一切可能 而且呢是破坏这场和平峰会 然后呢这个泽伦斯基还说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这样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大国 沦为普京手中的工具是很不幸的 呃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泽伦斯基从来都对中共抱有一定的 呃至少是呃不能说是呃期待吧 他至少是抱有一定的克制 那么现在呢毫不犹豫的对中共进行这样的批评啊 也是泽伦斯基对中共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啊 这样的一种表现 毕竟呢就是说中共不断的支持俄罗斯给 这个俄罗斯的经济输血啊 然后呢给俄罗斯提供这些战争武器部件 这个呢才是导致这个呃乌克兰这边领土不断的丧失的原因啊 因为美国这边的援助跟不上啊 中共又不断的援助俄罗斯 等于是中俄联手在打乌克兰啊 所以这个乌克兰当然就非常的恼火 那么在这个今年就是6月15号召开了这个瑞士的峰会呢 其实对中共来说的话 他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因为这一次参加的国家实在是太多了 大概有一百零几个国家 那么如果中共不参加的话呢 相当于被排除在一个重要的呃国际交往这么一个场合之外啊 所以呢中共在这方面他也还是要做一做样子 6月5号的时候呢 中共的外交部副部长孙魏东在北京和乌克兰的第一副部长瑟比嘉举行了会谈 如果你要看这个中共外交部的通稿就是他俩到底谈了什么 那基本上全是套话啊 没有任何意义啊 没有任何的信息量 那乌克兰方面的话呢 则呼吁中方的要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啊 当然就是说如果中共人去了的话 在整个会场的那种气氛下啊 在整个其他别的国家的表态下啊 包括很多人在见到中共的这些外交人员啊 在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时候 他们会感觉到如果不支持乌克兰的话 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啊 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 这个中共拒绝参加 啊 尽管这个中共不参加这个峰会呢 但是中共在这跟俄罗斯的合作方面也还是有所收敛 也就是说呢 中俄合作并不是没有上线 在北京啊 这个普京跟习近平刚刚会面啊 这个仅仅三个星期的时间 中俄之间已经出现了几个重大的变故 普京呢 他最期待的是中俄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协议啊 也就是说意味着当时这个普京 他不是跟这个对这个欧洲输出的天然气已经被欧洲掐死了吗 就是欧洲不买他的天然气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生产的天然气呢就只能卖给中国 卖给中国的话呢就得铺管道嘛 呃 本来呢 普京是希望中方把这个管道铺好啊 这样的话呢 普京只要拧开这个燃气阀 马上就开始赚钱了 否则的话 你大概需要花几十亿的美元呢 先把这个管道铺起来 过去的话呢 中共在跟这个俄罗斯之间签订这样协议的时候 通通常来说都是中方先吃亏啊 就是管道的话呢 是由中方先铺啊 花了几十亿美元 然后的话大概可能会从天然气的款项中往下扣啊 但是呢 这个现在中共说我不干了啊 你来铺这个管道 所以呢 这个这样呢 这个中俄之间这个关于天然气管道这个协议呢 就陷入僵局 再一个呢 就是说关于这个天然气的费用的问题 中共呢 现在大概也知道俄罗斯卖不出去嘛 所以在使劲的往下压价 即使是这样的话 其实普京也付不起这个钱啊 普京现在这些美元都是被这个 这个推他被提出这个swift系统 就是电汇 包括换汇的这些银行的话 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所以说他现在付不出美元啊 那只能靠人民币来计价 或者是说呢 你给我一些 这个出口一些我需要的这些商品啊 然后呢 我用天然气啊 或者用粮食来跟你换啊 就是以物以物 但是呢 普京真正需要那些战争用的这种 这个装备啊 就是这些部件的话呢 现在习近平可能也不大敢出口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双方的贸易就陷入了僵局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习近平宣布啊 这个中级乌铁路项目协议呢 正式签署啊 也就是说 习近平决定绕过俄罗斯 修建一条通往欧洲的铁路 这个对于普京来说的话 他是非常不满意的啊 他希望能够加入这个 有点像习近平的这个一带一路啊 然后呢 这个能够借助这个铁路 这个基础设施向欧洲去输出一些他的 就是这个粮食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这个产品 所以呢 现在这个中俄在经济合作方面的话呢 遇到了一些问题啊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话 也是跟这个换汇受到限制是有关系的 当然俄罗斯这方面的话呢 也传出了一些异常的信息 就是俄罗斯最高国家杜马的议员 说俄中合作只是权益之计 说如果美国能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呢 俄罗斯愿意跟美国合作来共同的遏制 就是中共的这个发展 俄罗斯国家杜马相当于美国的国会啊 那么当然个别议员的发言 他是不能够代表普京的议员啊 但这样的言论能够发出 也确实反映出在俄罗斯内部 有一些对中共不信任的声音 现在这个瑞士的和平峰会啊 确实是给普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普京呢 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面临着困境 这个普京呢 在近日访谈的时候 谈到战损的问题啊 当然他的想法最开始可能是想 让乌克兰赶快投降啊 所以说呢 他就夸大了乌克兰的这个阵亡的人数 他说呢 乌克兰每个月会损失五万人啊 一半死亡一半受伤 然后呢 说这个 俄罗斯呢 大概只有乌克兰的十分之一啊 也就是说呢 每个月呢 会损失上万人啊 其中大概是五千人死亡 然后五千人受伤 就是说 我和你之间战损的话呢 是一比十啊 我死一个人 你要死十个人 对吧 所以这个仗是没法打的啊 就劝这个乌克兰投降 但是呢 这里边啊 普京无意之中 透露出俄军战损的人数 就是每月 战死五千人 然后呢 五千人受伤 当然这种比例的话 其实是不大对的啊 因为一般来说 在战争中 这个死伤比例呢 是一比三啊 所以就是说 如果是五千人死亡的话 大概是一万五千人受伤 这样算下来啊 经过这个 从二零二年二月份到现在啊 已经是经过了三十个月的时间了 将近三十个月的时间吧 二十八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每个月五千人死亡的话 意味着说前线已经有13.5万名俄军阵亡 那到这个月底的话 那就是十四万了嘛 十四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 这是莫斯科在阿富汗长达十年的战争中 死亡人数的五倍 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个 俄军在乌克兰战死的人数 已经当年达到了阿富汗战争 战死人数的五倍 如果普京的说法是对的话 那么如果乌克兰的这个 阵亡人数真的是俄军十倍的话 当然就会达到一百三十五万 这显然不是事实啊 乌克兰一共才两千万人 参战的人数都没有这么多 那更不用说死掉一百三十五万人了 不管怎么讲 就是如果普京 按照他自己的数据推算 战死十三点五万的话 那么这个受伤的人呢 再乘以三嘛 那就是四十点五万 那加在一块的话 已经是五十四万人 这五十四万人的话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俄军在战争开始之前 集结的五十万军队 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现在呢 这个瑞士的和平峰会 这个召开的三大优先事项是核安全的 就是不要爆发核战争 再一个呢 是粮食安全的 因为毕竟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产粮的大国嘛 再有一个就是俄罗斯绑架的 乌克兰儿童的遣返的问题 那么当然这个计划 还包括一些其他别的这个内容 比如说包括要求普京从乌克兰领土撤出所有的俄罗斯军队 恢复到1991年的俄国边境 也就是把克里米亚也还给乌克兰 这种和平方案就是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实际上是很难实现 因为和平呢 只能靠实力来争取 乌克兰呢 现在在跟俄罗斯的战争中呢 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俄罗斯呢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占领了阿富蒂夫卡 然后呢 这个乌克兰士兵在反攻方面也陷入了困境 而且乌军的人数上也远远的落后于俄军 那导致现在这样乌军困境的原因呢 最直接的原因哈 就是美国卡住了对乌克兰援助的资金 等于我在讲中共在援助俄罗斯 然后呢 美国不援助乌克兰啊 那么这样就造成现在的问题 那周五的时候呢 这个拜登在诺曼底参加了这个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 大家知道这个诺曼底登陆啊 这个在英文中叫D-Day啊 D-Day的话就是指的是当时这个反法西斯阵营 他们在反攻的过程中要重新登陆欧洲大陆啊 然后呢 对这个呃 席特进行致命的一击啊 那么反击的这个登陆地点呢 就选在了诺曼底啊 诺曼底登陆是在发生在1944年吧 所以距今已经80年了 当年参加诺曼底登陆的老兵啊 最最最最小的人啊 也已经97岁了啊 还活着啊 那大的话100多岁了已经 所以呃 就是说在二战下一个纪念活动 我们可能都已经看不到这些老兵的身影了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拜登去诺曼底参加纪念活动的时候 碰到了泽伦斯基 他呢 就是在跟泽伦斯基会谈的时候 首次公开的向乌克兰道歉 然后说因为这个美国国会数以来一直拖延美国的6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导致了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进展 这个拜登说我为这几个月来无法知道资金是否到位而道歉 但是呢 他说我们仍然支持乌克兰啊 完全彻底的支持 泽伦斯基呢 呼吁美国两党这个继续支持乌克兰就像二战期间一样啊 就像二战期间 因为当时乌克兰是属于反法西斯阵营嘛 这个美国极右翼啊 对于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这个阻挠啊 确实是让普京跟习近平大大高兴了一阵子 这个呢 就说到这个极右翼的 说到这个极右翼的事情啊 就说到今年 今天啊 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 现在呢 这个右翼势力是明显抬头的 其实在荷兰呢 这个右翼势力已经取得突破了 现在荷兰的这个总理就是属于右翼势力 当然我不想说的是极右翼啊 他是属于右翼势力 他是反移民 然后呢 这个法国现在这次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 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是遥遥领先 通常呢 勒庞被认为是属于极右翼的政党 然后呢 比利时奉行强硬反移民的弗兰德斯利一党 他的民意支持呢 也是一路飙升 这个上届政府因为时任总理查尔斯·麦克尔 他是支持移民啊 所以他这个政府呢 也夸台了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葡萄牙 卢森堡 现在这个右翼势力的话都在强劲的增长 我们刚才说到啊 就欧洲啊 他是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 但是呢 他有一个统一的议会啊 就是就是欧洲议会 他的席次呢 是按照欧盟各国的人口比例来分配的 每个国家分道的席次 再按照党派比例啊 再再进行第二次分配 那么现在法国勒庞的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呢 已经达到取得了32.4%的选票 远远超过了马克龙的执政党 奥地利的极右翼政党 获得了27%的选票 德国的极右选项党 以16%位居第二 那么现在呢 这个极右翼势力抬头 就对左派势力啊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冲击 现在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然后呢 在6月30号到7月7号 举行提前的选举 我的感觉是 马克龙可能很快就要下台了 欧洲这次左派输得很惨 就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输得很惨 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移民 2015年叙利亚战争之后 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 就是难民呢 他以难民的身份 像潮水一样的大量的涌入西欧 不仅仅是让各国的福利机构 无法应付 而且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难民造成的经济问题 和治安问题还是在其次 因为他们要领大量的救济嘛 就是从各国政府那儿 拿到大量的福利 加上这个语言的培训呢 要给他们找工作呀等等 然后呢 这个有一些这个难民的话 这个也是犯罪分子啊 这个强奸呢 各种其他类似的事情 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治安的问题 其实这次我去欧洲之前呢 很多人都警告我 说这个欧洲现在小偷非常非常的多 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我在那个 应该是在罗马坐地铁的时候 第一天坐地铁 就有一个人 他拍下我肩膀 我知道这个一般来说 这个小偷偷你东西的时候拍你肩膀是让你把注意力集中到你被拍的这个点上 同时的话你对其他身体其他别的部位就不怎么敏感了嘛 他趁机就可以把你的钱包偷走啊 当时我就手下意识的武力下我的钱包 其实当时我的腿已经感觉到就是有有一个力量在把我的钱包从这个我的裤兜里往外拽啊 但是当时因为我裤子的都是比较深嘛 再加上就是说我是把手机和这个护照都放在这个兜里面 就那三个东西就把我的都卡的死死啊 所以后来就是他没有被他拽走 他们那个偷东西都就是在你地铁马上就要关门的那一刹那 他光就拽走你一个钱包 这就地铁就关门了 你找都找不到他 是这种情况 现在欧洲的治安现在变得非常的糟糕 所以很多在欧洲住的人的话呢 他们也特别的不满意 当然治安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话还是其次 最严重的就是这些阿拉伯人这些穆斯林呢 他们缺乏对接纳自己的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反而是在这个国家之内形成自己的社区 然后呢建立自己的国中之国 然后以伊斯兰教去反对天主教 欧洲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天主教主导的这么一个地区 包括像这个东部像希腊呀 像这个俄罗斯 他是属于东正教是吧 他也属于这个基督教一个大家庭的 西欧的话 基本来说都是属于天主教 所以当这些这个来自于阿拉伯的穆斯林难民来了以后呢 改变了人口的结构 然后这些人呢 等于是在这些天主教国家建立了很多的国中之国 这个宣扬伊斯兰教 然后呢生很多很多的小孩 他们就是号称叫做用子宫去征服欧洲 当他生的人越来 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们当来这些孩子有投票权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有权利去 有这样的机会去修改这些国家的法律 这种情况其实在美国都已经发生了 就好像是说你家里边来了一批人 不光你要对他们管吃管住 他还要干涉你的信仰 然后决定你们家的这些政策 钱怎么花什么之类的 你们家里边的人到底是应该去教堂 还是应该去读可兰经什么之类的 其实美国现在已经面临这样的问题 美国有几个穆斯林议员 比如说这个明尼苏达的伊尔汉奥马 他就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穆斯林 但是呢因为当时在安置索马里难民的时候 把他们集中安置在了明尼苏达的一个地区 那么这个地区的话 又足够索马里难民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他们自己的难民 就是伊尔汉奥马尔就选举成为 我们叫做奥马尔就选举成为国会议员 美国的国会议员 然后呢他就利用国会议员的身份 开始在国会反美国 支持恐怖主义 然后支持巴勒斯坦等等 他是被国会censor过的 被国会这个就是相当于公开点名批评过的 这么一个议员 就是因为他支持恐怖主义 支持巴勒斯坦 那么这些穆斯林 他们这个阿拉伯的穆斯林进入欧洲呢 就导致各国的本地的人很反感 于是呢这个民族主义就开始抬头 其实啊 我是认为啊 就是移民到一个国家的人 你应该感激接纳了你的国家 因为你在自己国家已经过不下去了 或者是说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 来到了美国 来到了加拿大 或者来到了其他欧洲别的国家 其实你应该抱有一种 对接纳你这个国家的感恩的心 你要对这个国家的主流价值有认同 也许我自己代表不了法轮功学员 但是我知道法轮功学员 绝大多数能够来到美国的 都是认同美国的保守主义理念的 也就是美国的国父们 在开国的时候所坚守的那种价值 但是我需要说的是 坚持自己的国家认同和传统理念 并非意味着孤立主义 就有很多美国的 我称之为极右翼 就是说他们 要回到国父们坚守的价值的时候 走得过了 就变成了孤立主义 那么一些反移民的人 他们走向了一种极端的孤立主义 这些人我就通常称之为极右翼 就是当时拜登我们提到 他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道歉 说美国的援助来晚了 公开道歉 其实就是受到了这些极右翼势力的阻挠 这些极右翼势力 他们是主张关起门来 不仅仅是在贸易上要逆全球化 而且是不干扰 不干涉那些扰乱国际秩序的人 比如说普京和习近平 如果普京打乌克兰习近平打台湾的话 我们假装没看见 这就是极右翼人 他们极右翼分子 他们最大的问题 这种孤立主义会导致 像普京这样的帝国主义者 和像习近平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的话 讲世界大同 然后输出革命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像习近平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或者像普京这样的帝国主义者 要恢复当年俄罗斯帝国的荣光 这两类势力的话 他们就会抬头 这样的势力抬头之后 他们就会想重建国际秩序 然后危及到国际的贸易 危及到台湾的安全 这个是非常危险 这是极右翼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 因为执行孤立主义 所以欧洲极右翼政党 他们认为应该疏远美国 然后不要干涉乌克兰和台湾的事物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极右翼政党 他们是拥抱中共和拥抱习近平的 匈牙利的总统奥尔班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他对中共跪舔的姿势已经非常难看了 就是他就是这个对于普京跟习近平的支持 是所有的这个欧洲民主国家里面 让人觉得是最难以接受的一个 就姿势实在是太难看了 所以呢就是说 我们看到欧洲右翼势力的回潮是一个好事啊 保守主义回潮是一个好事 但是欧洲的保守主义回潮会不会造成极右翼的抬头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是极右翼抬头的话 那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 德国的华人政治学者叫张俊华 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谈到说这个中共可能会发展出一些潜在的盟友 就是欧洲的这些极右翼的政党 现在像法国的这个乐庞 就是如果六月底七月初举行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的话 很有可能乐庞会赢 乐庞会赢了之后的话 他如果这个赢得大选的话 那他就面临着一个重新阻隔的问题 法国的总统马克龙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下台 那么现在呢 这个乐庞 这个他领导的政党已经得票数远远超过了 马克龙的左翼政党 当然极左我也不喜欢 极右我也不喜欢 这个乐庞的一些盟友 比如说马琳纳勒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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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些盟友 也是批评欧盟的对华政策 说这个欧盟过于紧密的和美国联系在一块 比如说来自国民阵线的欧洲议会议员 迪埃里马里亚尼 他呢就谴责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南西普洛西2022年对台湾的访问 认为这是对中共的一种挑衅 乐庞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主要候选人 这个叫做乔丹巴尔德拉 他呢也集中 就是曾经质疑过在欧盟里面 讨论香港问题的必要性 说我们为什么要管香港呢 是吧 这个我们我们不用管 不用管香港是吧 我们首先应该担心其他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事项 像在德国呢 有一个极右翼的德国选项党 他也是有这样的倾向 他以前这个欧盟议会的主要候选人 叫这个克拉 这个人呢 现在是陷入丑闻了 在陷入丑闻之前 他在一带一路的议题上 在这个对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 经常扮演一个中共代言人的角色 当然就是说如果极右翼上台的话呢 因为极右翼他们主张逆全球化嘛 所以在贸易问题上 他们会对中共更加强硬啊 但是对于 比如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啊 或者入侵乌克兰的话 他们都是采取一种就是 铜鸟政策啊 假装没有看见 这个呢 其实对于这个欧洲的利益的话 伤害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想说啊 不管是极左翼还是极右翼啊 都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伤害 最好的办法呢 我觉得还是 这个咱们中国人提倡的中庸之道啊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政治观点啊 就是既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 因为今天是周末啊 这个今天是礼拜天 按照惯例呢 我们通常到礼拜天的时候 都会在这个频道里面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啊 但是呢 因为就是可能我们之前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付费会员了嘛 因为油管停了我们的盈利能力 所以说呢 就是很多人他们也就不问问题了 那咱们现在呢 就花一点时间吧 咱们花个十分钟 十五分钟 咱们来聊一聊 大家现在就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打字哈 然后呢 咱们就一边说 一边这个 就是一边念你们的这些评论啊 咱们一边来 谈一谈我的一些看法 在这个之前的话 我想感谢乔治亚州的姚女士 新泽西的许女士 第三声号许 通过这个Wells Fargo 还有就是叶家族慈善基金会 通过Fidelity给我的天亮联盟的支票捐款 下面咱们就来回答问题了 这个咱们看一看大家有什么事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边打字哈 我看一看有什么问题 这位朋友呢 是说这个欧洲旅行 遇偷公共场所 小偷猖獗是很早以前就如此的 与移民是否有关 我不知道 但确定的是 早在北非大量非法移民之前 就非常严重了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同意 我记得在94年的时候 当时我去欧洲 那个时候 那就是30年前的事了 就是第一次出国吧 然后跟一些朋友在荷兰 阿姆斯坦的火车站 我们当时就是打牌 等火车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打牌 然后呢 这个我们四个人 就是就像打麻将一样 就是等于是做成四面 然后呢 包呢 都放在自己的脚边 等于是你对面都可以 左右都可以照顾到的 结果我们打完牌之后 发现包没了 这真的是一个 让我当时觉得这个 阿姆斯坦的小偷真的很厉害 当时好像是在阿姆斯坦 在罗马 感觉好像是小偷很厉害的 其他别的地方 还没有那种感觉 这次去欧洲的话 他们就警告说 在所有的城市 你都得注意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这些小偷 我觉得他们这个 一个是团伙作案 他非常厉害 他比如说一个人拍你一下 另外一个人拿你钱包 完了之后 马上就会转移到第三个人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拿你钱包的时候的话 这个地铁门一关 你根本就找不到 到底是谁偷了你的钱包 这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OK 咱们看看 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朋友问说 共产党算左还是算右 共产党当然是算左 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认为 纳粹是极右 我不太同意 其实我觉得纳粹 也是属于极左 政治光谱 我觉得是一个闭环 极左跟极右的话 到最后的是 有点合流了 当然呢 就是说在具体的这个 具体的这个政策上 包括这个经济政策上 可能会有所不同 极右翼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主张 这个政府什么都不要管 但是实际上 在我们当代社会 政府什么都不管 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社会治安需要维系 比如说这个跨州的高速公路 需要修建 这个对外如果发动战争的话 必须得以国家整体的力量 去进行动员 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 这是国家属于必要之恶 这是没有办法的 在一个陌生人社会 有国家才能够有秩序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OK 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中共不分左右 中共只在乎权利啊 这么说是对的 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说川普是不是极右啊 其实呢 我觉得川普本人呢 他对于外交政策的话 他有一些想法 可能会受到右翼的影响 或甚至受到极右翼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 他如果真的做了总统的话 他还是很快会修正过来 之前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没有必要的去赞美普京啊 然后呢 没有必要的去赞美这个习近平 这方面的话 我也是给予批评的 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我是比较喜欢川普的国内政策 因为极右翼的话 他们属于孤立主义者 所以当然他对于国内政策的话 他还是跟传统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缺乏一种国际视野 拜登这方面的话呢 他就是在对抗习近平 对抗普京的方面做的还是不错 主要的原因的话 就是因为他能够联络盟友啊 然后呢 通过这种集体的力量 不让中共装空子 比如说很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对中共这种芯片的禁运 你如果没有荷兰阿斯麦的配合是不行的 那中共有了光刻机之后的话 他还是能够去做出芯片来 所以你在这方面你只能团结荷兰 所以呢 你看这个这个拜登搞的chip4 包括跟台湾跟日本跟韩国一块联络 然后呢在这个芯片上这个对中共进行禁运 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他做的就很好 包括对这个中共的围堵啊建立这个AUKUS 跟澳大利亚和英国一块建立这个联盟 然后呢包括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 这个平衡中共在太平洋的这种军力 包括就是说跟这个东盟国家的会谈啊 跟这个越南和这个印度之间建立联盟关系啊 然后这个一块来遏制中共 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拜登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啊 就是美国政策应该走一个中庸的路线啊 就是国内政策完全是奉行保守主义 在国际上的话呢 应该广泛的联络盟友遏制中共啊 就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做法 这个不光是涉及到这个美国的国际形象的问题啊 这个是不是还能够当带头大哥的问题 中共如果真的掌的权啊 如果中共真的是建立了一套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这个在国际上实行霸权主义啊 就像中共对这个东南亚国家那些 在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上 对他们的霸凌是一样啊 中共觉得反正你小啊 我欺负你 我揍你一顿你也没啥可说的啊 你也没有实力来反击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 这个如果中共主导了这种国际秩序啊 包括主导了全球贸易的话 那美国的这种繁荣的话也就走到头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下面一位朋友有一个提问哈 这个提问比较长说 张教授您是否看好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 西方国家限制武器使用 乌克兰兵力又不足 乌克兰真的有能力 把俄国人全部赶走吗 西方国家 政坛顺息万变 如果欧盟和美国的右翼势力上台 会不会把乌克兰给卖了 我觉得这个川普如果上台的话 他在乌克兰的问题上还是会支持乌克兰的 最终会支持乌克兰 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 会有人去跟川普讲 我觉得川普会听明白这些话 他现在因为他只是在集中竞选 他在主要想的是怎么才能够赢得选票的问题 所以他有些话他可能故意讲的跟拜登相反 他会给他左中右三个选项 最激最激进的做法是什么啊 最保守的做法是什么 然后给他一个中间选项 川普通常都会选中间的那一个 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当总统之后的话 很可能会也会走这个中间道路 走中间道路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是可以接受了 下面一位朋友问说 张教授佛州的公立大中小学教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吗 佛州公立大学有很多左派课程 犹太人真的能左右选举和政策吗 方伟选纽约州州长您会支持吗 方伟选纽约州的州长可能就是他说说吧 这个他是很难选上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政党在后面支持 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你怎么去做广告 怎么去run的campaign 然后呢 你怎么才能够让你的选民能够认识到你 这个竞选还是很花钱的 当然如果他要选的话 我当然会投他一票 但是我这一票的话 也并不能真的把它送入到这个州长办公室去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佛州的公立大中小学 教不教文化马克思主义内容 这我是没有研究过的 但是我觉得佛州的州长 他现在应该是这个允许把这个教育的权力下放到每一个校区 而不是说由州政府统一规定 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这样情况的话 因为美国的话 他不存在一个统一教材的问题 他只是对教学内容目标有要求 比如说你数学 你要能够计算微积分 我乱说的 但是他们数学要求的特别特别的简单 那你有这个要求之后的话 至于说你怎么教会的 用什么样的教材 那这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了 那可能会有一些推荐教材 但是呢你自己用什么教材是你自己说了算 而且美国大家知道 就是说在小学中学 高中 就是这三个阶段 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话 是允许homeschooling 所以homeschooling的话 就是说你不把孩子送到学校 家长自己教 这个也允许 那你想家长如果自己教的话 当然他不可能用这个统一教材嘛 所以说这就是 这个我觉得佛州的这个大中小学 是不是有文化马子主义 肯定有学校 有 但是我觉得也有学校会没有 我觉得大体上应该是这么一种情况 下面还有这个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吗 互动翻我看看 张教授您好 您说过中共跨台的方法 就是让共产党没有钱维稳 让中国垮台的方法 什么 就是让共产党没有钱维稳 但是你别忘了 中共没有钱 是可以直接抢劫民体 或者有钱人的财产的 即使到处抗议 可以让武警或军队忙不过来 增加成本 但是他们没有钱 也可以直接抢劫韭菜 有借口的抢劫也好 没有借口的抢劫也罢 共产党都可以抢这样 真的有办法 然后中共穷到没有钱继续维稳吗 共产党当然可以抢钱 但他抢完钱之后的话 他就是合则而鱼啊 就像当年这个毛泽东 刚刚进北京的时候 读取政权之后的话 他也是抢抢钱 抢地主抢资本家 抢完之后 然后呢 然后呢 对吧 抢完之后 你后来不就三年大饥荒了吗 所以这种抢劫的话 你能够维持一时 维持不了永远的 这肯定是这样的吗 提问 美国有三亿多人 现在偏偏要在两个 八十岁的老头之间做选择 而且这两老头还都有一身的争议和麻烦 为什么会这样 这真的是国运吗 我觉得您就这么理解吧 我觉得基本上来说 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民主党的话 当然不愿意换下拜登了 因为其实民主党 现在也很难找到一个 所谓的温和派的中间人物了 民主党 其实大家看到 他们投票的时候 很团结 但其实内部 有一些这个保守的民主党人 或者是说 有一些这个温和民主党人 我们叫moderate democrats 他们是不支持 现在左派一场的 这一次出来选举的有一个人叫做 就是Rong 就叫做Robert F. Kennedy 就是小肯尼迪 他就以独立第三方人士参选 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人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温和的民主党人 其实如果他当总统的话 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的 因为他的很多国内的政策 很多的看法 跟共和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他是他的这个 他虽然是民主党 但是他还是就是这个政治光谱 还是比较靠中间 甚至是有一点保守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选上的话 当然可能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川普 我只是说对于我来说的话 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 就是这个RFK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 当然我觉得他选上的话也是非常的难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在一些州 他可能上不了那个选票 再有一个就是说 他现在的盛代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演讲 他演讲内容还可以 但是他讲话就是这个声音不太好听 这个在美国还是一个很 选举中啊 还是很失分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就是说他如果参选的话 可能对拜登的影响更大一些 就是因为温和派的民主党人 他们不愿意投川普 他们可能更会投他 川普的贝斯是非常solid的 就是基本上来说 他要投川普人的话 他就一定要投一定要投一定要投 但是呢就是说投拜登的话 不见得是这样 有一个option啊 第二个alternative 他们我觉得也不会拒绝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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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这个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 您认为总统制和议会是哪个更好一些 有很多学者认为议会是会更好 其实我觉得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 有一个总统制他会比较稳定 政策上他会有一定的连续性 议会制的话就是随时可以去颠覆政府的 就是你这个党派一旦失去了这个议会的多数 那么马上这个政府就解散 然后呢这个呃 重新选举啊 然后这个政府的这个首脑就换了 执政党的领袖就会变成这个新的总理 呃 所以我觉得这个总美国的这种总统制度呢 他其实给予总统很大的权利 因为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 尤其是世界超强 那他要做他要他他需要一个政治稳定性啊 所以他如果频繁的更换 这个国家的元首 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个好事 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方法去颠覆你啊 或给你或者给你制造社会混乱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也不好 呃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我觉得总统制会好一些 对于小国家来说 我觉得可能议会民主制会稍微好一点 议会民主制的话 小国家 小共同体啊 他这个改的快一点 这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本来他在国际事务上也没有特别高的这个发言权 这个小的国家的话 他纠错也比较容易啊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议会制的话会好一点 这个是不能不能够一概而论的 呃 像中国我觉得如果 我只是说 如果啊 如果中国将来 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垮台了之后 呃 中国如果要是这个走上这种 呃 像现在这个 呃 如果我们只是在现在这种 呃 选项中选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联邦制可能还是好一点 呃 这个把一些权力下放到 呃 州一级啊 或者下放到地方 像美国这样 那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联邦制度 我觉得可能还是还是会好一点 呃 反正总而言之吧 我觉得共和远远由于民主啊 就是说共和制度他有权力制衡呃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大家相互妥协的这样一种精神 而且共和制度的话大家都得遵守这个规则去玩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共和制度相较于民主制度的话可能好一些 但是未来的社会如果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就是我们只是按照现在这样社会形势来推的话 这个联邦制还是好一点 呃 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 看看这个这个这个朋友问题是 前几天沙特阿拉伯加入了中国的一个支付系统MIS 听说还有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十几个团体要加入金砖峰会 这样说是否担心金砖国家去美元化去美元化是否可能真的发生 这事情我咱们以前多次也谈到过哈 去美元化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个货币他在民众心目中的信用跟这个国家的政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你只有信任这个国家的政治你才能够信任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发行的货币 因为货币是主权信用货币嘛 你这个主权如果没有信用的话何谈主权信用货币呢 呃你需要政治稳定这个经济强大 然后呢这个有强大的军队保证你这个国家不会轻易的被颠覆啊 在战争中失败政府倒台等等 这样的话他的货币才能够被信任 现在没有什么货币能够超越于美元的 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人民币其实前一段时间一度曾经就是在国际贸易中 他的这个结算的比例在增长啊 或者说结算的金额在增长 现在慢慢慢慢也开始消退啊 人民币我觉得可能很快会贬值的 这个中国的经济垮台之后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可能会呃比如说印钞啊啊 或者是说呃通过这种恶行通胀的方式去解决 那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一旦贬值的话 大家就更不会用人民币来作为一个结算的呃就是用于用它作为一种结算的货币了哈 咱们也聊了快五十分钟了哈 那咱咱们在这就聊到这了哈 咱们现在接下来呢想聊另外两个问题哈 一个问题呢就是欧洲的这个不是欧洲 就中国现在的这个房市房地产市场垮塌的问题啊 现在李强那基本上处在一种躺平的状态 呃这个事我觉得蛮值得聊的 再有一个就是三中全会之前的习近平又给自己安了一个新的职位啊 就是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 这个到底在释放什么信号啊 这两个事咱们还是想聊一下 然后呢有大家还想问的问题呢 大家可以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就是在扁康完那个呃广告的下方有一个链接 点一下之后的话咱们就可以过去了 现在是十点二十二分 咱们十点二十五分的时候吧 咱们在纸约闲谈那再接着聊啊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在这聊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内容不错呢 就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 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